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在三角形ab中 abc中 以致ab長度是2 ac長度是2跟號3 面積是等於3 那麼他問bc可能為何 我們先來看 這個面積3 等於二分之一 乘以多少呢 乘以bc sina 二分之一bc sina 這個是 bc 乘以2跟號3 sin a sin a 我就寫a好了 就是7 那這樣的話這個就消掉了 消掉以後 這個sin a 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2跟號3分之3 所以是2跟號3 那也就是說這個角a c大是等於60度 也有可能是120度 那麼他問說bc可能值 那bc就等於多少 根據余顯定理嘛 就這個平方 2的平方嘛 加這個平方 2跟號3的平方 減掉多少呢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是 2倍的2 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是 2跟號3 那乘以cos cos cos60度的話 就是2分之1 cos120就負2分之1 所以這個是正負 2分之1 那這樣比多少 這是根號多少 這4加上多少 4、3、12 就16 減掉多少 消掉 那正負的話 負正 這也是正負 4 4跟號3 有可能正的有可能負的 所以他有可能 是 根號16 加4跟號3 或者是根號16-4跟號3 這兩個都有可能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a a的話就是這個選項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a 其他都不是